各位线上的爱多美家人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分公司经理菲比 非常荣幸能够担任今天 原则中心线上会议的讲师 与大家聊一聊 让我们无比尊敬和热爱的爱多美公司 从4月1日开放注册至今 已经有许多人注册成为我们的消费会员 而全世界的爱多美会员总数 已经超过1000万 想必今天线上的各位也是其中的一员 今天菲比想用一点时间 与大家分享总结 我们爱上爱多美选择爱多美 让爱多美为我所爱的10个理由 理由一 这是一家让我们真爱灵魂的企业 真爱灵魂是爱多美私讯的第一句 我相信爱多美是世上少有的 将真爱珍惜自己的灵魂 纳入到私讯当中的公司 无论您曾经是打工族 还是自己创业当老板 还是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 亦或是全职主妇 想必您从未听过 见过经历过任何一家企业 告诉您 做人做事 首先要真爱灵魂 不止如此 甚至有的公司 有的人还告诉大家 做事要不择手段 为了目的 甚至可以出卖灵魂 但是爱多美教我们真爱灵魂 她告诉我们 正直善良才是最好的策略 不囤货 我们不诱导他人囤货 每位会员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 按照当前本人或家庭需要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进行购货 不诱导 我们不以金钱诱导他人加入 恶意抢夺客源 不诋毁 我们正确分享爱多美的魅力和实力 不诋毁友商公司及其产品 不通过诋毁他人来获利 各位家人们 真爱灵魂你已经做到了吗 未来希望大家一定做到 理由二 这里有人人需要家家需要的大众精品 公司的产品包含 食品 护肤品 比如洁面化妆水清华这些 彩妆系列 比如眼影 脊毛膏等 个人护理系列 比如牙膏 牙刷 沐浴露等 生活居家系列 这些产品啊 是人人都需要 家家都需要 用完了 还要再次回购的产品 而最为关键的是 爱多美的每款产品 都是大众精品 那什么是大众精品呢 大众 指的是产品价格 是普通大众消费者 和他们的家人 都能够长期使用的 精品 指的是产品品质 是能够超越顾客期待 超越同等价格的产品 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战略 能够做到 当价格相同时 爱多美的产品品质 是其他企业无法辟集的 当品质相同时 爱多美的价格优势 是其他企业无法竞争的 在分享产品时 不得对产品的用途 功效 含量 用量等 做任何夸大虚假的宣传 误导消费者购买 更不得宣传 某款产品具有致病的功能 可以代替药品 误导消费者 停医停药 社会上有很多企业或个人 虚假宣传产品功效 夸大产品功效 导致消费者病情加重 乃至申雇的案例举不胜举 这种行为 不但会失去顾客对您的信任 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为消费者 为您个人 为公司带来极大的危害 如果有人想购买我们的产品 我们可以建议他们免费注册 成为我们的消费会员 不但可以以会员价 购买心仪的产品 而且可以实现在线购物 方便快捷 但如果有人把产品 摆放到超市 路边摊等场所 可能短时间会有经过的人 购买那么一两款 但是这样不但损害了公司 及产品的形象 定位 同时这样获得的消费会员 也不是稳定长久的 理由三 顾客可以获得超越满意的服务 除了大众精品外 我们的产品还会给顾客提供超越满意的服务 大家知道吗 在黑木亦最初问世时 一盒只有三十代 有的会员为了让其他人也能试用一下这款产品 就把自己的黑木亦发给别人 然后就会发现这一盒就提前使用完毕了 那会长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呢 就不断增加每盒的代数 为了保证会员在与其他人分享产品后 还能满足自己的使用需求 于是加了一次 两次 三次 最后定到现在的六十代 最重要的是 虽然每盒的代数 已经从最初的三十代 涨到了六十代 但是价格却一分钱都没有涨 我们的Exalute六件套中 乳液的规格是135毫升 眼霜是40毫升 这个产品规格在同类产品中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巨人了 有人问我们的朴涵齐会长 为什么不把瓶子变得小些 这样消费者用得更快 用完了不是还会再买吗 会长说 我们的护品是为了带给会员朋友美丽的 我多放一些在里边 会员在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吝惜 就会在每次使用的时候多涂抹一些 而多涂抹一定效果会更好 我觉得我们的会长 真的是用自己的大爱 爱每一位爱多美的会员 大家说是吗 当然 也会有消费会员在购买某款产品后觉得并不满意 那公司也有相应的退换货制度 作为经销商 只要是符合公司要求的退换货需求 我们要予以接受 理由四 超链接枢纽 链接全球大众精品及会员 爱多美以成为全世界流通的枢纽为目标 这是我们的经营目标之一 枢纽包含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汇聚 第二个是输出 爱多美通过GSGS战略 汇聚全球符合大众精品战略的产品 再通过爱多美 这个业务遍布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超链接枢纽 把物美价廉的产品再输出到世界各地 走进千家万户 通过超链接枢纽 我们还帮助每位经营者 在这里以经营者的身份成功 通过超链接枢纽 我们向经营者提供卓越的企业文化 来自全球的大众精品 以及成功系统 赋能给每一位爱多美经营者 让我们经营者 也能成为这个流通枢纽的一个中心 建立自己的个人平台 自己获得全方位的学习和成长 在爱多美 超越顾客的感动 实现顾客的成功 是我们的经营目标之一 而超链接枢纽 可以帮我们达成这一目标 爱多美在每个海外分公司上市的产品 都有所不同 产品品类的选择 产品的配方 包装等也必须要遵守该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 虽然爱多美中国的产品还没有正式销售 但也请大家不要销售海外产品 理由五 恪守原则中心文化 做合法企业公民 爱多美在企业经营活动中 一直坚守着正道经营 行业内部分企业和销售员 为了在竞争中取得胜利 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从事一些没被原则的势力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损害经营者的利益 有损公司形象 甚至为社会带来危害 而爱多美从设立时开始 为了预防这些陋习 创立了坚持正道的原则中心文化 坚持做合法的企业公民 而爱多美中国也非常重视原则中心文化 公司遵守各项国家的法律法规 并制定出经销商行为规范 服务中心红绿灯制度 守则制度来规范市场 同时由于疫情所致 从四月底 我们也坚持每周在线上开展原则中心培训 作为经营者 我们要遵守行业 地区 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公序粮俗 依法向政府缴纳税款 而作为正善上略的代言人 我们一定要通过正确的方式宣传公司产品 讲解企业文化和模式 禁止通过各类途径发布招募招商信息 大家都知道 爱多美是从来没有招商会的 所有热爱爱多美的人 都是因为热爱她的产品和企业文化才加入的 如果您开办所谓的招商会 发布招商信息 不但有为公司的初衷 同时 这种通过宣扬赚钱 商机的行为 吸引来的一定是因利而来的人 而不是因热爱产品而来的人 因利聚 必将因利散 您希望的是和您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 还是单纯为了赚钱 而聚集在一起的生意合伙人呢 相信此时 您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另外 所有成为爱多美会员的人 都可以免费自愿地办理加入 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 如果有人向会员收取入门费 这不但违反公司的守则条例 还触碰了法律 如果有这样的行为 公司不但会给当事人以言惩 也会配合相关部门 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 绝不姑息包庇 理由六 共同成长在爱多美 爱多美希望 每位和爱多美结缘的个人 企业乃至社区都能在爱多美共同成长 他希望提供给员工好的工作环境 稳定的工作平台和更好的待遇 他提供给顾客来自全球的大众精品 他为经营者提供一个成就事业的平台 每一个和爱多美合作的厂商 都因为爱多美业绩的增长 而实现自身业绩的增长 并且合作厂商的员工 也能够获得更好的待遇 爱多美在每个国家 都不断开发当地的优秀产品 补充到销售清单中 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就业 他希望每位和爱多美结缘的个体或组织 都能共同成长 这就是爱多美共同成长的文化 理由七 公司热衷公益 持续回馈社会 公司热衷公益 每年在公益上投入的人力 物力 财力逐年递增 而会长本人更是亲力亲为 参与到公益活动中 在公益世界上 爱多美中国一脉相承 疫情无情 公司有爱 在新冠状病毒最严重 全国口罩一个也难求的局势下 公司分别捐给武汉8万个口罩 烟台6万个口罩 黄钢2万个口罩 总计16万个KF94口罩 另外 在保护环境方面 公司携手绿化基金会 共同制定了一个5年的防沙漠化规划 在内蒙古自治区 开展植树造林工程 未来 公司将构筑更多的公益慈善项目 提升企业知名度 美誉度 我相信有一天 华夏大地上的每位中国人 当听到爱多美这个名字的时候 都会竖起大拇指说 爱多美是一家正直 善良的企业 各位亲爱的家人 你们都是爱多美的形象代言人 因为与消费者 会员 主管部门 社会大众等 接触最多的就是你们 你们 你们就是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你们的言行举止 个人操守的好坏 直接会影响公司的形象 在公司热衷工艺 树立良好形象 做合格企业公民的同时 希望大家也能维护个人形象 让所有人在听到爱多美的经营者的时候 也会由衷的赞叹 这是一群正直 善良 有素质 和规范的爱多美人 理由八 公司教我们 谦卑服务 谦卑服务也是公司的私讯之一 无论是公司与经营者 还是经营者与会员 都要提供谦卑的服务 齐心合力 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身份 但大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爱多美人 无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生活中 我们都要尊重市场伙伴 与他们共同成长 从4月1日 公司开放会员注册至今 每位员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结成的为所有的会员服务 他们有的牺牲了假期 有的连续加班许多天 有的带病上岗 有的身兼多职 我们深知 每位爱多美的家人 会员们 比我们更期待爱多美中国的开业 付出更多倍的努力 因此 为每位会员提供服务 也是员工内心的驱动力 希望每位家人 能够珍惜 真爱员工的服务 因为 爱多美人 是一家人 家人 就是要彼此尊重 支持和理解 大家说对吗 理由9 全面培训 助力成长 中国人从小就听过一句话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在爱多美 我们为家人们提供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 这就是我们的成功系统 也是我们的研讨会 疫情期间 我们每周六 在线上举办原则中心研讨会 而对于产品感兴趣的会员 也可以参加在线的产品研讨会 未来 在线下 我们有一日研讨会 还有成功学院 无论您是消费会员 还是经营者 都有适合您的研讨会 在您的不同阶段 助力您全面成长 让您通过官方正规的培训 了解爱多美 经营爱多美 公司禁止经营者 私自举办会议 因为公司已经提供了完善的培训系统 并且培训内容 影音素材 讲师挑选 会议执行等都有严格的标准 私自举办会议 不但会议内容可能达不到规范正确 且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隐患 同时 不得自行制作 或将公司的培训视频 课件进行编辑 断章取义 并进行发布 这种做法 不但可能会误导大众 还会给公司带来不良的后果 理由时 超一流百年企业的见证人 从2009年成立至今 爱多美已经遍布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货源人数累计超过一千万 未来将进军印度和南美市场 可以预见的是 爱多美作为超链接枢纽 它的大众精品将走进更多的家庭 它独特的企业文化 将为更多经营者提供事业平台 它的原则中心文化 将让它成为行业首规经营的标杆 它的共同成长文化 将让所有与它结缘的个人或组织受益 它的分享文化 让它在业绩不断攀升时 能够更多的回馈社会 热衷公益 奉献爱心 爱多美的三大文化 将支持它 引领它成为超一流的百年企业 永续前行 爱多美在中国刚刚萌芽 希望每位爱多美的家人 能够以身作则 用自己正直 善良的灵魂和行为 为它搭建一个绿色 健康 守规合法的家园 让它能够茁壮成长 在这里 我想代表会长 代表公司 代表每位爱多美的员工 拜托大家 爱多美中国 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请大家严格遵守原则中心 自律规范 共同维护我们共同的家 因为有家才有爱 有爱才有人 有人才有未来 爱多美成立超过十年了 未来 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同德 携手并肩 以大众精品为船 以原则中心为舵 共同启航 使向美好的明天 未来 我们一定可以给世人 一百个 一千个 爱我所爱的理由 让我们共同加油 共同期待